孙颖莎对阵王曼玉 一场罕见的比赛 一场水平最高的比赛 一场让人心脏受不了的比赛 大家好 这里是大唐聊球 欢迎广大球迷点赞关注 谢谢大家 WTT新加坡大满关赛 女子单打二分之一的比赛 已经结束 就在刚刚进行的孙颖莎对阵王曼玉的比赛 进行了七局的决战 结果王曼玉 以两分险胜孙颖莎 闯入了决赛 本场比赛可以说是一场水平最高的比赛 也是一场罕见的比赛 在整个的比赛过程中 整个比赛扣人心弦 跌宕起伏 两名队员完全展示了自己的实力 这场比赛没有输着 两人都发挥的非常好 整场比赛让人看得心跳不止 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 王曼玉进入决赛将会失陈梦 两人将又是一场大战 在本场比赛中 两人相互制约 都想尽办法发挥自己的长处 孙颖莎想把球打得复杂一点 打得小一点 打得短一点 而王曼玉却正相反 想把球直接打得简单 打得长一点 所以说这场比赛确实是非常的吸引人 让人看得酣畅淋漓 从他们看到了中国女拼的希望 看到了中国乒乓球百花齐放 各种打法各显其能 他们为中国乒乓球的长胜不衰做出了贡献 因为本场比赛失利 孙颖莎将让出女拼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 陈梦即使输掉比赛 也将重新夺回第一的位置 女单还有一场决赛 我们希望看到更加精彩激烈的比赛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